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佬 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今天我们说一下落地镜摆放风水 镜子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之一 也是人们整理仪表的重要工具 现在人们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外表 特别是女镜 都喜欢在家中摆放一个落地镜 人们在家里摆放落地镜的时候 通常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摆放 其实家里落地镜的摆放也是有着风水讲究的 今天我们就来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落地镜摆放风水 1.落地镜不宜放置财位 我们在摆放落地镜的时候 不能将其摆放在财位上 因为落地镜有反射作用 会将财运反射走 而且静置在风水学中属阴 而财气喜阳不喜阴 镜子摆放在财位自然也就有损财位和招财之功 我们可以在财位上放一些招财的吉祥物 像是招财猫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样有利于家中的财运 而落地镜忌讳会对着厕所门 厕所是我们排污的地方 在风水学中是污秽之传所 如果落地镜正对厕所门 首先会导致落地镜将污秽之气反射回厕所 导致厕所污秽之气无法排出 从而影响到厕所风水格局 而且在风水学中落地镜属阴 而厕所也是阴气较重的场所 如果落地镜正对厕所 则会导致住宅阴阳平衡 阴气扩重 影响整个住宅的风水格局 从私密的角度来看 厕所是个隐私的场所 如果落地镜正面对着厕所门 则会让别人很容易看到厕所的物品 和人在厕所的一举一动 让人感觉到别扭不雅 同时自己的隐私也会暴露 所以落地镜的安装 应该避开正对厕所门 3 落地镜系对大门 大家都知道 在风水学中 两门相对为风水大计 猪口蛇是非 桃花小三等 而在风水学中 落地镜又为具有 再造能量的风水功能 所以落地镜对门 与两门相对的风水影响是一样的 尤其是落地镜的高度 是门的高度的二分之一以上时 就等于利用落地镜 再造了一个与现实生活中 门相对的门 这样的风水格局 非常不利于住户的运势 而且大门为整个住宅 纳气之口 是集气裁气纳入之地 在风水学中 落地镜有着反射之功 所以通常 落地镜也可以用于化煞 如果落地镜正对大门 则会导致落地镜将大门 纳入的集气裁气反射出去 从而导致住宅不聚财 不聚气 是破财的格局 会严重影响住户的运势 四 落地镜不宜摆放客厅中堂 落地镜在客厅中堂上摆放不好 客厅放尽易于分心 会严重影响到整个家庭成员的光系 与家人不冷不热的生活 时间长了 关系则会越来越远 不利于家庭幸福 而且在风水学上 镜子属阴 如果将镜子摆放在客厅中堂 容易导致客厅阴气过重 从而导致阴阳失衡 影响住户运势 五 落地镜既会放在厨房 厨房是火旺的地方 如果落地镜放在厨房 镜能力镜外全是火 会使厨房的火更旺 导致住宅火气过重 使得住户易怒 影响家庭和睦 而且容易发生火灾 或者其他的意外 让人上火的事情 六 落地镜既正对着睡床和卧室门 首先在风水学中 落地镜具有反射之功 会反射煞气 而且落地镜本身属阴 阴气重 而床是我们休息睡眠之地 如果落地镜正对睡床 则会导致落地镜反射的煞气 直冲睡眠中的人 会严重影响住户的运势 落地镜如果正对着睡床 主人从睡梦中醒来 意识还处于模模糊糊的状态 很容易被落地镜里的 自己的影子吓着 其落地镜既会摆在座位背后 在风水学中 凡是讲究有靠山 座位也不例外 我们的座位后面需要有靠山 我们才会感到安稳踏实 才更利于我们的财运和事业运 所谓的椅子的靠山 也就是椅子的摆放 适宜靠墙 这样在风水学中 则被称为有靠山 而在风水学中 落地镜具有转化能量的 风水功能 所以如果我们座位后面 本身有石墙座位靠山 不过石墙上 却安装了一面落地镜 那么正面落地镜 则虚化了石墙的靠山功能 反而由石变虚了 从而形成了背后 无靠的风水格局 不利于我们的运势 八 落地镜 既正对别人家 在风水学中 凡是使用镜子之类的物品 进行化煞的时候 都需要注意 不宜将镜子 正对别人的大门 阳台或者窗户 否则容易引起口舌是非 因为如果将镜子 正对别人的大门 阳台或窗户 那么别人则会以为 将煞气反射到他家 这样便容易导致 两家人口舌是非不断 影响和睦 九 落地镜 既会正对着神灵 如果家中供奉有神灵 那么则需要注意 落地镜既正对神灵 如果落地镜正对着神灵 则是对神灵的不尊重 因为在风水学中 落地镜属于冲闪 会直冲神灵 神灵不但不能显灵 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所以落地镜 不宜正对着神灵 世间的万事万物 都有其向 要严经镜子的摆放 先要知道镜子 具有什么像 古代大医学家李时珍说过 古镜如古剑 若有神明 故能必邪魅助物 凡人家一悬大镜 可必邪魅 这里的神明可看作气场 是相思维的一种表达 镜子在传统医学中 有五行经的特点 在八卦中 多以钱对经来表达 大镜子多理解为钱为天 小一些的多理解为对为泽 具有肃杀与收缩的功效 如秋风一般 五行围巾 镜子不要摆放在这里 一 镜召大门 大门的正前方 千万不可放镜子 镜子在风雪中 有反光遮挡的作用 如果镜子众虐大门 就会伤到 进入住宅的财气 会让门神和财神 一起被镜神吓跑 是阻挡财神之意 另外 如果你是生意人 则会导致事业不顺 金钱抄贷 还会导致无法聚集财气 让家宅运衰弱 甚至会事事不顺 二 不可欠在天花板 镜子在天花板 通常在下面的人有压迫感 会耗气 耗财 耗瘾的健康 所以镜子多的旅馆要少去 有其顺口流是这么说的 镜子朝下成天打架 镜子朝上家也不忘 三 镜照睡床 人在睡觉时是最放松的 是最没有戒心的时候 所以如果半夜起来 被镜中的自己吓到 是会伤到原神的 另外 镜子五行属金 镜子的摆放 会直接影响到夫妻之间的关系 镜子照床会影响到夫妻间的感情 甚至有第三者的介入 四 镜照书桌 镜子容易让书房内读书的人分心 另外 主宰文昌的文昌帝君 也不喜欢小孩 一边看镜子一边读书 五 镜子对着沙发 在室内安装镜子 一定要注意摆放的位置 注意不要正对着坐的地方 如果一面镜子正对着桌座的地方 主人的气就会被反射掉一部分 影响身体健康 六 镜子照厕所门 镜子是不能够正对厕所门摆放的 厕所里面释放的晦气 会通过镜子的反射到卧室中 影响家中女性亦得妇科病 还会让夫妇在处理事情时钻牛角尖 七 镜子照着炉灶 这种情况会产生镜神和灶神对冲 因此容易让家中的成员身体出现病痛 八 镜照神明 镜子如正对神明桌 不仅会对神明大不敬 还会造成不好的冲闪 让原本住在家中保佑你们的神明 因镜子产生的冲气而离开 九 镜摆财位 客厅内财位不可摆镜子 才不会让财神因镜神而被反射走 一般来说 客厅的财位是大门进来的左右对角处 另外 镜子也最好 也不要嵌在客厅的天花板上 因为这会让坐在客厅的人好气好财 十 门悬八卦镜 大门外上方放八卦镜 这会让住在你对面的邻居认为 你把不好的磁场反射给他 另外也会让你在房屋买卖时 卖方会以为你的家是不是有煞气 提高你脱舍的难度 镜子放在哪里最好 一 让镜子放置在能够反映出赏心悦目的底下处 增加家中好的能量 二 可将镜子放置家中较阴暗处 可以增加光亮 无形中排出不好的能量及阴气 三 客厅里的玄关是摆放镜子最佳的位置 玄关安静 既可作为出入时整理仪表之作用 又可使玄关变得更加明亮 还是一个好的风水放置方法 还会给你带来招财的效果 但切记不能对着大门 入户大门两侧及玄关 这里放置镜子不会照到门神 也不会被阳光直射 还可以让柴位空间有放大的效果 但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此处的镜子有破裂之处 需要赶紧更换 否则难免血光之灾 四 依照中国风水学的说法 饭厅有家庭聚宝盆之称 作为应该挂面镜子 在饭厅放镜子能够增强聚宝能力 增加家庭的财富 是最能让镜子发挥威力的地方 餐厅适合采用亮色的装眼和明亮的照明 来增加火形的能量 从而聚集阳气 如果家中没有专运用饭厅 餐桌所在地区可当作聚宝盆来看 把餐桌靠近窗户 光线特别明亮的地方 一样能够精彩 另外 在餐厅摆放适合的植物 也能进一步增强阳气和财富 而在餐厅设置镜子也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餐厅是家中唯一可以悬挂镜子 映照食物的地方 因为在餐厅里设置镜子 可以从镜子上看出映照出来的餐桌上的食物 经过镜子的作用 食物自然也变成了双倍 遇着财富的加倍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